哈喽大家,我是简单猫 不知道大家有喝牛奶的习惯吗? 在大马有喝牛奶的你 相信绝对不会不知掉这家公司的 它的名字叫做Farm Fresh 简单猫个人也非常喜欢它的鲜奶和巧克力奶 看它即将上市 所以这一期决定就谈谈它了 在视频开始前 希望大家能帮帮忙 订阅简单猫的频道 这个频道会不断分享大马的上市公司 提供各方面的资料 好的,感谢各位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Farm Fresh 以前名字叫The Hosting Milk Company Sanjan Berhad 于2010年3月24日创立 在2021年5月24日 才正式将名字改为现在的Farm Fresh 一开始公司的创始人 雷段义 从六十头牛起步 后来发现 管理牧场实在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就找来了好朋友 Azmi Bin Zaino 雷段义和Azmi一起拍吉祥 一个专心负责牧场的工作 一个负责销售和营销 在2011年 更是找到了国库控股 Kazana的租资 解决了当时资金上的问题 并在2014年建立了Muazam Shah牧场 施养奶牛 2016年 公司进一步将产品销售到新加坡 也建立了他们独有的Home Dealer系统 Home Dealer简单解释就是 公司会有Stock List去找Home Dealer和Agent 去帮忙推销和出售他们的产品 一起分享盈利 Win-Win Situation 截至2021年 就拥有了800多个Home Dealer和38个Stock List 目前公司拥有5400英苗的土地 9000头牛 每年可生产大约221L的产品 拥有5个位于马来西亚的养牛厂 分别2个位于楼佛州 一个在雪兰儿 一个位于彭亨州 还有一个在霹雳州的太平 除此之外 公司在澳大利亚也有1个养牛厂 所以总数是拥有6个养牛厂 公司也有3个卤制品加工的工厂 2间在马来西亚 分别是Lakin和Muazam Shah 1间在澳大利亚Kabram Farm Fresh整个生育模式分成上、中、下游 全部由自家一手包办 上游 从大马和澳大利亚牧场 提取新鲜牛奶 中游 提炼和制造出产品 以及下游 会负责销售和分销 Farm Fresh的IPO 已经在2021年 10月4日向SC提出了申请 上市的总股数 将会是大约743M股的母股 里面包括了大约520M股 是现有股份 和大约220M股 是属于新的发行股份 其中687M股 IPO股份将会发售给马来西亚和外国机构投资者 包括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批准的吐槽投资者 剩下的55M多的股里面 18M多的股 还会发售给Farm Fresh的董事 合格的雇员 还有为Farm Fresh 做出贡献的人士 18M多 还会发售给土族 哎呀 一堆数字很晕啊 所以简单贸总结给你 剩余的18M多股 才会发售给马来西亚的公众啊 才2.5%啊 真的是很抢手一下哦 这次IPO筹集到的资金 46.5%将会用在建立大马新的牧场和工厂 19.9%会用在澳大利亚的工厂 13.6%是用来扩展外国的业务 13.6%是作为流动的资金 还有剩下的6.7%就是上市的费用 讲到这里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 Farm Fresh的股价会是多少 还有几时上市啊 OKK 郎整弟 目前还未公布股价和上市的乐器啊 搞到来 相信会是明年上半年的事情哦 Farm Fresh的执行主席CEO是雷段义 也是公司的创办人 在从事Farm Fresh之前 在包装行业做过超过了20年 创立了这家公司后 很多事情更是亲力亲为 是一个被很重要的人物 公司的Chairman也是大有来头 名字稍微有点长 三十里达多十里哈吉梅干 啊 呃 Finn达多十里 Dr.哈吉梅干哈 目前是Sime Dabi Plantation的主席 Petronas的董事 国家银行的委员 公司的产品有 Fresh Milk Favorite Milk Yoghurt Yoghurt Drink Plant-based Milk Good Milk 以及其他产品包括果酱和椰奶 Favorite Milk 这个类别也包括了 Chocolate Milk Cafe Latte UHD Milk 等 在IPO的计划书中 Farm Fresh在3月31日 算为新的一年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过去三年的业绩 是不断的成长 2021年的营业额 对比2020上涨了61.8% 税后盈利也上涨了2.9% Cross Profit Margin为28.7% Net Profit Margin为7.4% 但是在今年自然可以注意到 虽然Level New大幅度的上涨 但是税后盈利却没有涨这么多 主要是因为 增加的税务所致 报告解释到 由于过去一路来有税务的增贴 但是2021年 才回去 由于有三个未进批准的地点 所以需要补交过往三年的税务 资产负债表方面 目前公司是属于净负债的公司 手上有11million cash 接待已经有月241million 值得一提的是 公司eventually这一栏的突然增加 主要是raw material的增加 相信是因为增加了产房 要增加产量而预备的 目前比较需要留意的地方是 公司的cashflow 三年以来都是复苏哦 主要是公司在不断积极注入 资金去发展所导致的 不过公司有发了200million 苏国的债券 还有IPO筹集到的资金哦 相信 近期内流动资金上 不会成问题的 另外 在2021年 公司产品营业额的分布方面 牛奶占了level new 75% 酸奶大约是10个% 所以公司的主力是牛奶 地理销售方面 大马占了营业额的85.6% 在第二的是 澳大利亚的10.5% 然后有新加坡的3.7% 还有文来的0.2% 最大客户我们可以看到 是Lotus 以前叫做Tesco的一间公司 合作已经超过9年了咯 重点来了各位 上次到底未来要做什么 未来要持续有发展才可以的嘛 对不对 简单猫大约记录了 比较重要的以下几点 首先 是公司计划完成一个新的牧场 在霹雳州太平 可以养3100头牛哦 第二 在Mazam Shah这家工厂 也会增加包装的新的生产线 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预计明年2022年4月的时候完工 公司还打算设立两个新的生产线 在UPM牧场和太平的牧场 分别会在2021年12月 还有2022年6月开始营运 这样的建设可以加快效率 毕竟这里一取奶 那里就可以开始生产产品了 第三 公司打算未来在马来西亚半岛地区建立一个新的制造中心 作为基地 在马来西亚开发新的产品 包括冰淇淋 将来也会继续在各大商场以及加油站上角Farmfresh的产品 因为其实目前来说啊 有些商店还是看不到Farmfresh的中营的 这方面将来公司还是会加强 第四 国外方面 公司又将会加强在澳大利亚的生产能力 以便应对国外的销售 包括澳大利亚 新加坡 文莱 公司未来还打算 吃几个西香啊 大陆 印尼 和菲律宾市场 竞争对手方面 牛奶这一块消费类的生意 会比较多四面八方的竞争 例子有 Good day Merry go 等 在大马上市的牛奶公司就有Dash Lady这家公司 这里平时有留意Dash Lady的朋友 可能会问 哇 Dash Lady股价从2018年的最高峰70块 掉到现在2021年 有30块多了哦 牛奶这板块真的能行吗 不过啊 朋友 你要知道Dash Lady从2018年净利一直萎缩到现在哦 但是Farm Fresh的净利却是上涨的啊 不要一棍子打翻整条船先 Dash Lady的Net Profit跌跌不休 是因为牛奶这板块竞争真的越来越激烈了 包括被崛起的Farm Fresh吃掉一些市场份额 另外 简单猫的看法是Dash Lady它有点吃饱卖包的感觉哦 它主要是做大马的生意 没有办法做扩展到国外啊 因为它有其他公司在不同的国家 没有可能自己打自己的嘛 反而Farm Fresh有发展到国外的能力 所以发展空间还是有的 总结来说 Farm Fresh属于一家还在不断成长中的公司 简单猫在这里总结一下它目前拥有的优势和风险 首先 优势方面 Farm Fresh绝对是马来西亚牛奶消费产品中发展最快的残余者之一 发展速度到底有多快啊 人饮牛奶 QRTD MU 市场份额从2015年的12% 增加到2020年的36% 酸奶 Yogurt 市场份额从2015年的5% 增加到2020年的11% 在超高温处理饮品 UHD市场里 从2018年开始的1% 到2020年啊 已经在市场上建立了8%的市场份额啊 至于 如果算整个牛奶市场 包括超高温处理饮品和冷饮牛奶 它的市占率是18% 排位只是在Dash Lady的后面啊 酸奶市占率是11% 排位第三 鲜奶Fresh Mew目前还是大马的龙头啊 52% 然后简单猫也说一件不夸张的事情 FundFresh 从2015年4月到2021年3月份 年复合增长率 CAGR是55%啊 成长幅度就是这么不夸张 至于股息派发的政策 在上市前公司并没有任何的派发股息 但是公司打印 在不影响公司企业计划 及营运资金允许的情况底下 将会有25%的股息派发率啊 也可以算是一个小优势吧 毕竟不是每间公司都会派股息的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 因为公司的牧场在本地 所以它能够保证 48小时内牛奶提取后 是送到各大商场的 非常的新鲜 至于风险方面 就要多多留意以后公司的现金流 因为影片之前也提到了 前几年为了发展 公司一路来的资金都是净流出的 不过短时间内 有了IPO筹集资金和输库债券的支持 相信不会成问题的 好的 这一期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大家认为FarmFest上市后 会成为下一头牛股吗 欢迎留言来交流交流吧 喜欢简单贸视频的朋友 别忘记订阅点赞和分享啊 接下来简单贸也会陆续分享其他的公司 这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拜拜